來大阪韻式,第一站來到黑門市場 必食燒蟹鉗,每隻都有近15cm長,好淡淡肉 也有燒龍蝦,燒帶子,水煮鮑魚等 還有北海道的新鮮海膽,又大塊又夠鮮利 主打海鮮湯和各種燒蜜 加上芝士做topping,再燒到微焦 野味得來又不失鮮甜 肉質夠厚,又熱辣辣,醬汁還好香濃 這家人氣店主打A4A5重版和牛 用鐵板燒兩分鐘左右,再加少少鹽和胡椒就有得吃 脂肪分布均勻,肉質Juicy,入口即溶 也有重版牛壽司 煮打吞拿魚,各個部位有便宜有貴 肉質鮮滑香甜,油脂豐富 不夠飽,還可以選擇魚生飯或手捲,好滿足呀 餐廳以雙蒸發,煮特選綠兒度黑牛或黑豚肉 無加多餘調味,原汁原味 每片肉厚度只有2mm左右,油花分布細緻,肉質嫩厚 而木箱下層放了蔬菜,讓肉汁和油脂精華都滲在菜裡 這家綠茶店已經有過百年歷史,由古老丁屋改建 煎茶、培茶、肉露、抹茶等都有得喝 刨餅上面再加一層抹茶物,簡直是消暑極品呀 抹茶咖啡有紅豆、雪糕,還有培茶果冬襯底 當然不少得大量冥茶手信,任君選擇